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典禮 請來兩度榮獲奧斯卡獎 肯定的男演員 湯姆漢克斯來擔任演講嘉賓 他以美國痴迷的超級英雄文化 來做影域 期許畢業生 以行動捍衛真理和價值 標對世事莫不管其 剛出版一本小說 《己身作家之靈的奧斯卡影帝》 湯姆漢克斯 二十五號出席 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典禮 為現場九千多位即將開啟 人生新業的畢業生 提供寶貴的經驗談 他一開口就以曾經扮演過的哈佛大學羅伯蘭登教授憂自己一末 鬥著大家哈哈大笑 接著畫風一轉 以美國痴迷的超級英雄文化做影域 敦促畢業生要以行動捍衛真理與價值 切勿對世事莫不關心 努力的努力是保持了 保持了我們的祖國 努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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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博士學位 校長勞倫斯巴科 並在漢克斯開獎之前 送給他一顆排球 向他在電影《浩劫重生》的角色致敬 公視新聞網紅編輯